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次的放浪第一线 那在正片正式开始之前呢 要先宣布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 那就是恭喜我们三代目Jayso Brothers的成员 盐田钢点即将展开个人的solo巡回啦 那因为我们的制作时程关系 有一些像这种非常重大但比较来不及的讯息 并不会在我们本周的放浪第一线中播出 那就期望在后续有机会为大家做更多深入详细的报道 同时也真的非常恭喜钢匠再一次展现他全方位十足的实力 让人感到相当的佩服 那么在本周的放浪第一线中也有非常多重要的消息 甚至有今天不马上知道明天就要错过 非常重大让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演出消息哦 那么吃不宜吃我们就赶快进入本周的放浪第一线吧 首先在观浪日报中要带来大家的第一个消息 是The Round Page藤原树的第一本写真集 Mysterious在10月20日即将发行 记不久之前常古穿盛的Corrector之后 The Round Page再度有成员宣布即将发行个人的写真 藤原树的Mysterious将于今年的10月20日 同时也是彤原树的25岁生日时正式发行 以10元岛为拍摄的地点 揭开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树 全身上下神秘的谜团 除了10元岛美丽的大海 敞篷车夜间泳池和酒吧等等 氛围感十足的性感场景 彤原树朴实的笑容 迷人的眼神和训练有成的身材 也将是一大看点哦 而除了通常版封面之外 ETS、HMV、乐天等等网络商店 都分别有特别版的封面 而7NET也将提供特点贴纸等等 在宣布了发行写真的好消息之后 同台的Vocal基耶 被人也和树在SNS上面打情骂超起来 被人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 推荐了树的写真 并且带上了hashtag Nudo Elohom 也就是成罗跟黄色书看的意思 在上面调侃藤原树的好身材 以及性感的外形 后来也更在树IG的贴文底下 问是不是有成罗的写真等等 而树则反击被人不会mysterial的发音 吐槽被人的hashtag像个小学生似的 不过上海门觉得 这两个人的斗嘴内容 才真的是小学生一般的level吧 那么由于藤原树的写真 有非常多的相关讯息 跟解禁日期等等 因此在下方资讯栏的官网中 会有更详细的说明 就请大家动动手指点进去看咯 再来要告诉大家的是 High & Low The Worst X 完成披露世界会 And Premiere Live Show生配信即将开始 在9月9日即将上映的电影 High & Low The Worst X 在8月24号 8月25号 即将举行试音会跟演唱会 而其中8月24的场次 在西野阿呼噜 Ziko等平台上面 即将进行售票的转播 日期将于日本时间晚上8点15分开演 票价只持3500日币 并且于9月7号到9月11号期间 可以进行回放 而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是因为并不会完整播放整部电影 所以想看到完整版电影的朋友们 可能还需要再耐心的等一下 而是阿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 在台湾有没有相应的上映情报哦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 10美团Ice Cream的演出消息 Ice Cream Live I 2022 8月17日 在CL线上配信啦 说到最近刚满一周年的Ice Cream 在8月17号的时候 发行了全新的单曲 Care Walk 并且与同日 执行由现场观众的演唱会 I 2022 而I 2022 目前也在CL上面进行售票的线上配信 虽然于8月17号 日本时间晚上6点半已经开演结束了 票价为2500元 但是目前售票的期限还在进行之中 一直到8月28日都可以购买 而在售票结束之前 将可无限次回看该节目 所以如果有错过当时演唱会直播的朋友们 想要补带Ice Cream 十美团精彩亮眼的表现 现在都还可以持续购买的哦 接下来为大家宣布的 则是LDS成员们在影剧平台的出演消息 首先是钢窥第二季开播 之前也曾经在放浪第一线代言中介绍过的 Tepachi 钢窥 一句在第六集的时候 迎来了第一季的大结局 由丁田奇泰饰演的自卫官后补生 国生咒 抱持了对职业部队的梦想 挑战最后难关的综合训练 而在第二季中呢 克服了严格训练 最终成功成为自卫官的咒和马场 被分为普通科的队员 故事由此正式的开始 在这个正式转为自卫队员的期间 咒等人一边演授着前辈们的恶作剧 一边处理被加强的杂物 每天都在严格训练中度过 是一部延续第一部剧情 同时增加了非常多热血跟实战感的影剧 如果喜欢《剧团XZERO》中 并且期待良好保鲜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咯 而再来同样是《剧团XZERO》的林木森之 也有全新的影剧演出 吉田夏夜さんの高橋君 改编自同名漫画 累计发行超过100万本的热门作品 即将被拍成电视剧啦 故事讲述30岁的范野彭子不擅长与人交往 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他 在公司受到了上司微妙的性骚扰 并且每天都无法为拒绝同事而烦恼等等 是一个生活中充满烦恼的上班族 而某一天因为自行车烙恋的意外 彭子跟经营着自行车店 由林木森之所饰演的高桥 辽萍就为男主角相遇了 看上去虽然有些坏坏的 但辽萍不否定自己的烦恼 并且温柔的陪伴者 也让彭子逐渐的被他吸引 《乐山号》是不良少年和内向的30岁女性 这段让人脸红心跳的《纯爱故事》即将展开 无论是恋爱戏码还是不良少年的演出 林木森之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相信在这一部《机电車屋さんの高橋君》中 也可以看到他相当纯熟的表现吧 再来则是《Generations》的作业林鱼 全新的影剧演出 《行き残った6人の夜》と热播当中 改编自同名漫画 舞台以一架抵达成田机场的飞机作为开端 在千叶线内流行并肆虐 当街上到处都是僵尸 逃进购物中心 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的男女 在极端状况下萌生 正因为是这种时候 才想谈恋爱的破线想法 光听这一段剧情解说 就可以感受到它是一部有点呛的爱情戏剧吧 作业林鱼在剧中 饰演公司的经营者 拥有理性的想法 有时候也很无情 是一位思考共识从生活营运方针 具有领导能力 团体中的忠心人物 相信在剧中也会有相当多亮眼的表现 而从8月17日起的每周三 台湾的OTT串流平台KKTV 也将更播这一出 《末日罗曼史剧生存》的六人所述 那将有中文字幕 所以日文苦手的朋友们 是不用担心如何收看的哦 而同样身为Junior Exile Fantastics的成员 哭下戏将出演MBS的电视剧 《少年の阿比斯》 2020年开始连载的超人机漫画 《少年の阿比斯》 也就是少年的深渊 即将真人化啦 高中二年级的黑莱令儿 也就是男主角 被家人束缚着 哄哄哄哄度日之时 自己所憧憬的偶像出现在了镇上 却将令儿提出了殉情要求 在《绝望深渊》中漂浮了少年 自杀式的爱情故事即将展开帷幕 像这样子的一部 有些黑暗的少年恋爱故事 而哭下戏所饰演的角色 则是主角的儿时玩伴 身为公司社长的儿子 没有上高中则是直接踏入了社会 和主角呈现了些微的反差 而下戏在准备角色的过程中也表示 会一边摸索自己角色言行中 隐藏的真正想法 和他内心深出的情感 来理解跟诠释这个角色 究竟本次的挑战下戏会如何表现呢 就请大家一同关注咯 在听浪时刻首先要教给大家的歌曲 是The Roundpage的The Power 被称为9月9日上映的 High and Low The Verse X主题曲的The Power 可谓是展现充满力量的让配 真正风格的一首歌 透过强谣而有力的低音声线 和尖锐的合成器旋律 展现出电影中将一切都化为力量的觉悟 而MV也以非常精彩的方式呈现 High and Low两个世界的交错 在分别表示两个世界观的 红色和蓝色灯光里面 摆放了象征交错的X型阶梯 可以充分感受到电影世界观 以及细节的布景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而在编舞的部分 这次的The Power则由三位成员 树 圣 和正进行编舞 那在三个部分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三者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色 复歌的部分 藤圆树采用了踢腿 拳击等等 具有攻击性的动作 是让配史上最难的复歌舞蹈动作 而第一段舞蹈则由盛负责 为了凸显复歌的激烈动作 特意编排的注重细节的巧妙动作 配合MV上下切换的特效 也加入了相应的编舞 第二段则由正负责 是与强调交错的电影世界观契合 能够激起观众斗争心的好放舞蹈动作 像这样子非常困难 但是又相当让人热血 沸腾的精彩舞蹈编排 让The Power变成一支 绝对不能错过的MV舞蹈作品哦 再来Fantastics的歌曲 Summer Bike 可以说是有一段不小的反差 在这首《勤总》的夏日歌曲中 全人们来到了 阳光明媚的冲绳进行MV拍摄 贯彻歌曲名称Summer Handbike 成员们带着充满夏日气息的缤纷造型 骑着单车完成了这次拍摄 以具有海外度假风格的地点 蓝天白云 草原绿地等等 以及一望无际的大海 和歌曲的氛围息息相关 而编舞的部分 也有此次非常重要的看点 除了时尚的编舞之外 还融入了像在骑单车一般的俏皮动作 队形也是最近完全没看过的全新安排 相当可爱 绝对不能错过哦 再来的Generations的歌曲 《奇卡拉の限り》的MV也释出了 《奇卡拉の限り》意思是力之所及 是前面也有提到 丁田奇泰所主演的电视剧《钢窥》的主题曲 歌词中饱含了 《捷径全力前进的想法》 与电视剧相关联 能让努力生存于当今世代的年轻人们都感到共鸣 而MV拍摄也相当的逗趣 以其次《极限体能王》的开场 全员向着目标出的一面旗帜 全力奔跑 跨越各种障碍勇往直前 全员们全力以赴 但又相当逗趣的姿态 非常值得关注 而让粉丝们非常感动的大菜单 就是与Generations 具有相当渊源的丁田奇泰 也参与了这次MV的拍摄 以主播之姿追踪着Generations 在赛场上的一举一动 让相当多的粉丝们 看来忍不住都起了鸡皮疙瘩呢 这样子不失欢乐和感动氛围的MV 实在是相当的适合Generations呢 《力库Stand by You》这首solo歌曲 让粉丝们也是相当的惊喜呢 在8月15日的时候 力库在IG线动上 预告了隔天即将解禁新消息 粉丝们也不仅热恋讨论起来 难道有新戏要播出吗 还是说即将推出第二弹的个人写真 而答案揭晓之后 原来是力库首次的solo曲目解禁啦 身为The Roundpage的美声vocal担当 常常说想出solo曲的他 也算是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梦想 Stand by You一曲 是电影High and Low The Worst X的插曲 如同歌名就像是用歌声 在鉴定表达自己会Stand by You 献给同伴和粉丝鼓舞人心的 用一首陪伴之歌 相当的适合力库本人的性格 和温柔的响音呢 而除了力库 浪沛的另外两位vocal唱起了银马 和吉野被人 也带来了全新模式的演唱 同样作为电影插曲的Wings 有两人和在电影中试验赖志门工业学校成员的 重本优太和三山灵辉 两位LDH外的艺人共同演唱 跨公司的合作可以出示非常难得 最后也要为大家带来重浪推荐 CL25捐年奖 Chikara no Kakiri Nama Challenge选手权 为了庆祝CL的周年 8月9号到8月10号连续25小时 超级热血的连续直播企划 总算是结束了 有没有朋友是真的跟着追了25个小时了呢 如果因为有事 或者是不小心睡着等等 没有追完整 也不用担心 因为CL25中的节目 已经陆陆续续的在CL上面上架啦 其中有跟大家推荐的 随时开场演唱之后的第一个节目 Generations的Chikara no Kakiri Nama Challenge 节目中 Generations的成员们 竭尽全力的进行了6分钟内 穿上100条内裤 搭单杠同时唱 Chikara no Kakiri 贴上天机器捞金鱼等等挑战 荒谬的企划 还成员们夸张爆香的表现 让粉丝们不仅直呼 Generations果然不会让人失望 而其中呢 铃鱼因为有个人的行程 非常可惜没有到场参与 成员们还搬出了铃鱼的人形立牌 甚至在节目过后 把内裤套在立牌的头上进行合影 可以说是非常典型一贯的Generations作风 让人哭笑不得呢 除此之外 在CL25这一系列节目中 还有非常多精彩的片段 也目前全部在CL上面上架啦 还请各位朋友们 不要错过哦 那么本周的放浪第一线 就到这里结束啦 一样照惯例来询问一下各位 在以上这些讯息之中 有没有你特别在意或是特别关心的呢 有没有哪些是想要跟少女们进一步讨论 又或者有什么少女们没有提到的重磅消息 想要跟所有人分享吗 都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哦 也提醒各位朋友们 因为这次有些消息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在我们的资讯栏位 都有更多更深入的讯息 相关连结都可以伸出手指去点点看 才能知道更有全方位的讯息哦 那么本周的放浪第一线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们 欢迎银帮小玩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by bwd6